HELLO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飞哥 那今天又是来到了骗我十年系列 十年前刘谦别人表演过的一个魔术 但是今天这个魔术是我做骗我十年系列以来 算是未解之谜吧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们一同先看一下我找来的表演画面 十年前的画面不是很清晰 但是勉强可以看清楚 在这种情况下 完全不可能更换扑克牌里面的任何内容 我不会碰到他 这两个东西我都不会碰到 好接下来 我需要一个数字1到52之间任何一个数字 对这种产生的数字 我个人觉得是完全是随机的 飞镖也很难控制他的飞镖的方向 如果让飞镖冠军来是一个 乱数 我给你 好 好 这是你的飞镖 好 这是你的飞镖 好 谢谢 小心喔 对 谁变色 红星啊 红星 多少 十三 十三 十五 十六 十三加六 十三加六 十九 十九 有 对 八排拿起来 你会失眠 哈哈 不会 我很好睡 八排打开 拿出来 好 我觉得完全不可能吧 如果 第十九张牌 就是这张牌 是奇迹吧 是 十九张牌 是 是 是奇迹吧 怎么可能 反过来 一张一张发到桌上 我们数到十九 哇塞 真的吗 怎么可能 不可能 手不要抖 一 尽量快一点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七 八 九 十七 十二 十三 十四 十五 十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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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标 确定的数字 和随机找一个关注说舒服 都是一样的 不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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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要跑 我来哦 好紧张哦 晚上能不能睡得早就靠你了 先拿起来 先拿起来 慢慢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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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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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真的是太不可思议了吧 这个魔术 如果我学会了这一个简直真的是如同超能力一样 那首先呢大家可以想到全程流迁的话没有碰到这个扑克牌 也就是说如果换一个人来表演也是可以表演的理论上是OK的对不对 除非它有隔空什么超能力 那也不可能 魔术是全程没有触碰到扑克牌或者桌面上扑克牌 但是我发现了几个疑点吧 哪个疑点呢 我带大家看一下 首先呢我为了研究这个魔术我专门买来了飞标 为了更好更详细的给大家理解也是我这个魔术想了很久很久了 我发现其实飞标上一共是有20个数字 也就是说你任意去将飞标射出来的话 最小的数字啊可能性极低 就是2或者3很小很小 基本上来说是不太可能的 那接下来呢我研究很久发现呢奥秘机关不在这个飞标上 那究竟在什么上呢 那我们一同啊我将这个视频导入到后期软件里面 我们来一同看一下 现在呢我们就来到后期软件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发牌究竟有没有问题啊 我们一张一张慢慢的看啊 第一张 第一张 天美花 第二张 十红星 第三张 七黑桃 第四张是一个八红星 第五张是七美花 第六张是一张 仔细看 三红星啊 虽然有点模糊 但是 还是能看清它是三红星的 居然第六张牌出现了三红星 第七张是六方片 第八张是A美花 第八张是A美花 第九张是六美花 第十张是A黑桃 第十一张牌是七红星 第十二张牌是K黑桃 第十四张 第十四张牌是八黑桃 第十四张牌是Q美花 第十五是K红星 第十六是A黑桃 第十七对不对 十七是一张七方片 这个就是整个视频的一个核心关键 问题就出在这张牌 目前来说七方片第十七张 仔细看啊 第十八张牌 十八张牌呢 第十八张牌呢 第十九张是 十八张牌没有啦 女嘉宾十八张牌的时候 注意仔细看啊 有一个很 很不可思计的地方 就是当它放下第17张 看到了吗 这个动作一帧之间是有跳动的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前面的发牌 你看前面的发牌是没有跳的 都是从左到右连贯的 唯独发到第17张牌 那这个真的是未解知名了 毕竟10年前的影片 然后我是没有给它做任何后期加工的 我发第18张的时候直接跳到了19 也就是说第18张的时候停顿了 我在想是不是由于这么多年以来 视频好几遍传来传去 是不是影像出现了一个问题 视频中出现断针的画面 那我很快就排除了这一个想法 如果出现了断针这个现象的话 那么第18张对不对 18张就是已经发下来了 但是第18张和第17张是一样的 不可能吧 所以不可能存在断针 那也就是说在第18张的时候 然后第18张就直接变成了第19张 然后是三红星 那后面的结果我们就不用去太看了 所以回到这个魔术 我在思考很多问题 我唯一能够说服我自己的理由是 在第18张的时候 我觉得嘉宾是应该知道的吧 一张张数牌 嘉宾数错 然后你魔术又变成功 然后嘉宾正好发牌的时候 我觉得可能会有 和嘉宾之间有一个沟通 而且这张三红星的话 出现在牌里面出现了两次 这应该是一种破牌方式 所以我个人理解觉得 这个视频应该有剪辑的痕迹 怎么说呢 也就是说现在画面呢 在发牌的时候 全部是看到了发牌的手 那旁边这个箱子 会不会有一个助理或者工作人员 在那边把这个牌换掉了 换成嘉宾手里的那个牌呢 然后你硬要和我抬杠 说嘉宾都在现场 这么多人看着 难道没人换的时候 别人不看得到吗 那如果你硬要抬杠这个 那请告诉我第18张牌 它为什么跳了一下 中间是不是有剪辑的痕迹呢 剪辑的过程这么一处理 它是为了什么呢 对难道现场的嘉宾故意数错了吗 大家可以思考这一点 所以我觉得我个人的猜想理解是 在第18张的时候通过剪辑的方法 反正我觉得这应该是我做骗我10年系列以来 算是未解之名吧 我提出了这些疑点 那我想把这个影片发出去 如果你看完这个影片有一些思考 有一些想法的话 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目前来说以我的能力 我只能理解成这样 如果你有很好的想法可以告诉我 我也会在以后的影片当中更新出一些想法来 那接下来呢 为了更有说服力 我给大家演示一下 首先呢 这边有一张扑克牌 就是我的预言啊 我会放在我的口袋里面 我不会去碰它 我完全不会去碰它啊 视线在大家眼中 接下来有个头子 我将随机在空中抛出来 点数都是非常非常随机的 我闭着眼睛 321 好看一下 一个4和一个6 一个4和一个6 接下来呢 6加2等于678 等于8 接下来呢 我就要发这幅扑克牌 那接下来就 我将这扑克牌一张一张的在桌面上发下来 1234567 第八张是一张Q没发 仔细看 我兜里面这一张扑克牌 你的牌是Q没发 好了那么这一期的魔术揭秘就到这边了 如果你有好的想法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 我是飞哥 喜欢更多精彩的视频记得关注我 我们下期见 拜拜